我们今天从头再说一遍 第一个动作 在做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在站正步的时候 脚可以略略的有点像钉子部位站 有点错落 刚刚有点错落,不要站得太整齐了 稍微错落一点 左脚偏后,右脚偏前 有一种自然的钉子部位 你们看一下老师的脚 不要太正部位,自然的有种错落感 这是一个基本的单肢 在站的过程当中,人的重心 稍微向前请出 来看我,看老师侧放他 重心微微的向前请出 然后低头45度 眼睛斜下位45度可以 然后整个人在做请身体的过程当中 从画面的感觉就有一种压迫感 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有一种向前压出,向镜头前面压出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是稍微一点往前请 但是这个请是要建立在大家同学的 站住的一个幅度里面 不要请得太多 然后右手的一个拎手要在第五拍 我们数节奏的时候,前面两拍不要数 从第三拍的三、四开始数 第五拍的时候,右手自然地 经过正前位,提走 在走的时候一定要先走带动 不要先用腕带动 走带动,经过中间位 也就是我们别人的中间位 跟身体的胸前稍微有一种种宽度 不要太近 不要太近得起来 一定要稍微远一点 人的重心本来就往前了 所以我们在起手的过程当中 手的状态是一种松弛向前的感觉 然后它跟身体的形成要稍微有空洞感 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理解同学大向一、二 让我明白有一次的状态 你们一定在起手的过程当中 一定稍微远一点点 清楚吧? 不要太近,太近得着人不立体的 我们现在看电影 你知道看3D的吗? 或者是MX 对不对? 要立体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起手的过程当中 远的,你从正方向看 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 但是我在教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的概念 一定是一分便 然后起手的时候 强调自己 一定要用胳膊肘 内心先用气息带动 传到肩 肩带动我们的大鼻 用肘发力 带动小鼻的肘下 再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手走到平位肩皮的时候 你的肘就可以往下下了 这个时候才有一种梳头的感觉 然后在起手的过程当中 注意这个手不要从正中间开始走 稍微蹭我们的左太阳穴多一点点 然后手指放松 有一种错落感就可以了 理解了啊? 好,那起个手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数的节奏 一、二、三、四、五 从中间位起的过程当中 注意走带动 然后在起的时候 左太阳穴的位置和手 应该有个叠加 这时候你的头都能露得出来 是不是? 千万不要从上走 中间位走 然后经过左太阳穴 经过后脑巢的斜位 头顺势 经过手的带动 它就能慢慢的抬起来 掩饰前方 掩饰前方 在收走的过程当中 这个一定要用走带动 用走带动带回来 经过脱腮位 再经过踢走 再经过放腕 再经过流鼻 这里是走带动了很多动作 你可以理解成三次走 三次胳膊走的动作 一次 对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 下来的过程当中 它还有一次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次 它总共有三次动走 所以说这里我们的右手 你一定要强化自己用走来带 千万不要用手慢来带 有走带动带 有走带动带 这个第一次的波浪形状要做出来 理解吗 好 给你看一下 预备 三 四 提手 五 六 看出 大七 大八 一 大三节 移重心 二 大三节 在这个移重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重心一定要偏向我们的左脚 在左脚下不限移 移重心的时候要平移 平移 不要带动什么呢 不要带动向上的动作 这里大小同学 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螃蜆缩脚 你看 在经过跌脚的时候 你的重心要偏向我们的右侧 左侧 在如果左侧的时候 你的右脚就得自然的有一种 啪的走的感觉 滑出去的 不要在地面上太用劲 滑出去 所以我们的脚要有途弯感 但是它又不能看起来 千万不要抬起来过去 一定要连着地面过去 同时可以跟大三节 然后说它的脚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用我们的左脚发力 推重心推到右脚 在往上起霸的时候 并左脚打击右脚 进行一个换步 重心同时留在右脚 左脚 来看一下 8 大 1 2 尾上去重心 大 3要做完 3 大的时候要比较下午之并步 从下午之并步 你的3 大的时候 脚的状态一定要变向我们的3点 就是朝3点 这个时候尾就是千万不要太翘 一定要循环收尾的动作 因为它是要低的 低身股脂 后背形成上午前 转体回到点四 六点方向 从下午线来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脚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第三胎的大胎 来看一下 8 8 大便脚 1 2 3 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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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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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这里要移动就行了 因为我在跳的话我要出镜头 你们看我好好做给你们看一下 一二 你看 我要走出去的 所以说你们在跳的时候要注意 要移动一个人的位置 不能在原地 我在原地是因为我要迁就镜头 所以说你们在做这个动作要知道 一定是要靠左脚 打击 右跳出去 要快速 整个人在打击的时候在空中打击 看到没有 都在空中打击 有一种蹦跳的感觉 但是不能太往上 不能粘起来就是窜 明白吗 鼓勵一点 鼓勵 八 走 一 二 伸下去 经过下午先平 重心 大 三 大 好 一 我们的开手队 你看 这是我们的手心是什么 左手的手背是自然打开朝下 右手是手心朝下 在转体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是要靠我们的右手和转腰 用腰带动手 右手是用手背的手心打开的 但是我们的右手在打开的过程当中 有种自然的回程 手心朝下 男生保持到左手 我在转的过程当中 我的手心朝下 开始是手心朝上 在转的过程当中 自然的由我手指间连伸 然后我跟我手下过 配合我双手背后手 他就能够下来 所以说这里的动作 大家在做的时候稍微细腻一点 好 我先光做手给你们看一下 第三个第二个做完了之后 我是用腰的转动 你看我的左手 自然的 在看上去的时候 手臂要下下 形成两头 头向上 手向下 我多夸张一点 头向上 手向下 但是不要再带过 这就带过了 下了身份 保重心的左脚 提 右脚踏 加上旁蹄 右手就可以背起来了 右手就可以背起来了 加上我们的左旁蹄 腰 有一种被动的 不情愿的 旁蹄回神 什么叫不情愿呢 我怎么解释 什么叫不情愿 就是眼神空洞一点 不要看它那么的清楚 这个时候也不要微笑 笑要放在心里笑 外表的嘴角不要扬起来 外表的嘴角不要扬起来 他心里面有故事 能感受得到的 如果你表现你很好的话 你这里的故事 人家能感受得到 其实你不要做 我们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从走到尾都要笑 这才是打司机的东西 你们不要从走到尾都笑好不好 你可以理解成迷茫一点 也可以理解 比较有深意的东西 它就是一种状态 然后看的人就会觉得 好有感觉 这个感觉是什么 他会根据他观看者的生活角度 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问题 他会把自己联想到这个舞者上来 所以他就会有感情 每个人看的时候 都有一种状态 苦笑不行啊 苦笑 从没苦点都不行啊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那种回眸 刚好要看到 马上用后脑巢 就是我们的后脑巢 带动向后转体 在转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一笔子后脑巢 然后主动加冲塞 眼镜找到你们 好这里就可以笑了 漂亮 这里就可以笑了 经过上红线 慢慢的起来 这是一个头的动作 其实我要说的要点太多了 我主要是提示大家怎么做 我不想用动作来 规定大家的头 到这儿一定是这样 到这儿一定是这样 然后头弹起来一定是这样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 他的状态 用后脑巢一盖的时候 这里的笑 就可以有一种灿烂的感觉 有一种希望感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后脑巢 有一种爱动的感觉 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刻意 去后脑巢 塞嘴巴 然后下巴 你这样做啊 好不好 你们看我做一次啊 我们三 三大 四的时候要有点想拍 四就要对方角 大 大的时候要出左脚 第五拍的时候 他按一拍 五回声一拍就够了 然后刚好看到 六的时候啊 这时候 其实我的重心 有点偏向我的左脚踏步位的 要靠重心的前推 带动你的胳膊走 也就是右手胳膊走 用头 后脑巢带动 随便手上的感觉 左手向二点推出 同时的颜色 然后 胳膊走下跌的过程当中 头抬起来 三五线 身体有没有前进 倒伸 左低右高 下巴微海 三五线 手下跌 好 三 四 六 七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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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八 手要慢慢的 七 好手 八 八 哎 没有静止的啊 这个手在落的过程当中 要缓 无边际的 它没有一个终点 你看老师 你看 我的手没有终点 它永远在动 是不是 所以在跳的时候 你们的手啊 要有种会说话的感觉 你看 它的那种延展性 虽然它没有动作 哎 这个感觉 我们规定了两拍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手被动作 满两拍 不要干巴巴的七 八就没有死状态了 七 八 哎 它是这种感觉啊 好的 我们正面再来一次 我们反面再来几次啊 先把前面的这一端的感觉找到啊 我先数节奏 我先数节奏来一次啊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好 这是一个正弹的节奏 好 我们再配音乐来一次啊 准备 三 四 五 六 七 五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也得看到八点 八 也得看到八点 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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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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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八 八 一 八 三 四 八 五 六 七 八 一 六 五 七 八 五 六 五 三,你一转发用腰发力的时候,手一带的时候,你的左手就要变回手心,不要太慢,到照了就还没变,三,你看,转起的过程当中,一变用回头的动作来把我们的左手收在我们的肢团,来看一下这个股子,一个旁蹄位,然后在走的时候,身体一定要有一种靠下去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旁蹄要加重,但是重心不要太明确地移到后面,虽然后腿又是撑垫,但是我们的状态还是留在前,我们的左脚上,旁蹄位,对吧? 然后在转的时候,你也用身体向前俯出,胳膊走带动,头跟水的感觉,看到了没有,然后这两个手就要晃松,到这个时候都是躲着的,但我们要起的过程当中,你的头都能开心,从上部线,看到八点上的,好,来,我给你说低头是什么意思啊,踏步,你看,你知道低头吗,你本来重心在左脚的,你看,现在重心在左脚,后脚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撑点,然后你在低头转的时候,不到转的时候,你是两回,然后在重心的时候,明确地告诉自己就是你的右腿为重心,你先把重心明确好,在转的时候,多少它就会稳定啊, 转身不稳有很多因素,第一是重心切换不明朗,就是左右重心在切换的过程当中不清楚,或者是不够及时,或者是在配合我们手被动的时候,它的协调性不好,所以导致,你看,它不就会倒嘛,你要配合到一个点的时候,它才不会倒,有很多地方要讲究 第一是重心的讲究,第二个是,你在加五支的时候,你的手的那种平衡要讲究,第三,在切换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收紧能力要讲究,它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你,所以说,在转的过程当中,同学们不管是哪个转,都要稍微的顾及一下,到底是重心怎么弄,身体怎么弄,我的手在打开的时候,我怎么控制,你说的是这个吧, 一二三,三不是并步了吗,四,一二三,四,打,左脚为打四的用力起来,四,打五,打五,左脚是第四拍,四并步的同时,右下边脚是两个动作,形成第四拍,明白吗,一二三,四,打五, 四其实做两个动作,一个是并步,一个是跌整,我要解决一下你们不明白的地方,好,接着,我们来说圆场,我就当着没交过啊,在圆场的过程当中,同学们首先要理解什么叫圆场,古典舞的圆场到底要怎么圆,首先要去理解,我在这里就不可能教圆数了,那我可以大概可以说在圆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主力腿,也就是我们的双腿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自然的趋,老师现在就是趋的,升直趋,在圆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因为我们要换脚,所以我们的脚, 脚是自然的一种弯曲状态,听清楚啊,是自然的弯曲状态,不要询问老师到底要弯多少,自然,其实给人家感觉他还是站起来的感觉,所以说你不要去想,要去考虑我们的膝盖到底要弯多少,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在这种圆场的过程当中,脚的频率一定要快,两个脚在跑圆场的过程当中,脚的频率一定要快,不能太慢,很多同学们,包括我在线下上课的过程当中,只要避到跑圆场,或者是圆场的动作, 四拍的节奏,很多同学们都做了四拍,应该是一拍做四拍,那四拍做多少步,你们撑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跑不起来,比如说,我给你们放个音乐啊,给你们解决一下这边唱的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跑一,二,我跑两拍,你们看我跑五啊, 那你们看我跑两拍有多少步,我都不用是数蛮多的,那很多同学在跑圆场的时候,他两拍就会跑分成这样子 就像走路似的,那基本上这个圆场就不成立,所以他,你怎么说他都是这么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老师在怎么过程,我又没有脱工减料,我也没有说我在跑的时候,我要放松自己,我休息一会儿,我跑了这样,然后所以说,同学们就模仿我学生那么慢,哎,不是,老师在跑得很快的过程,频率很快的过程当中,他就这么跑,你说奇怪吧,我摆四拍的期间,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啊,好, 还有一个问题,在学圆场的过程当中,我们单一落连速的时候,我们要求每个脚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个半脚的距离,大法学的脚,这是正围,明白,落脚的时候是半脚,就等于是落在我们脚踝,就是我们全脚掌的中断,这是半脚,这是一个单一连速的问题,练的时候需要这么练,练的时候需要这么练,练的时候需要这么练,但是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连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会根据音乐的需求,变化,情感,来决定我们这个步子, 到底是自然的大还是自然的小,所以同学们在学的时候,不要去纠结一动,你看老师跑了,老师好像跑了一个脚掌,不是,你们不要这么理解,但是你们要知道老师在跑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我在做圆场的时候,你不可能认为我这样是错的,我不是一个脚,是不是,但是我在做圆场的时候,我还是遵循了我们在练习圆场的惯性和概念,也就是脚跟脚掌脚尽的这个练习的工作来做的,那我们在干击练习的时候,我们的圆场就那么小,对不对,那跑的时候因为节奏和时间和状态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在做圆场的时候,这样就会有种自然的大,所以同学 学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原则的用法和状态和规格和要求,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跑得这么大,你觉得跑得那么小,你具体要去分析,你不能认为他跑得大了,你就觉得他错了,不是这么想,但是你具体要看他的状态和比例,不会让你联想到错误,那就是对的,遵循三个概念,脚跟脚掌,脚尖的一个搅拌动作,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膝是屈的,看到老师的膝盖,是屈的,不是站起来的,站起来不好走的,所以说我要自然,但是不能蹲太多,好,蹲太多是因为我们需要动作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需要它下去,那我们就可以蹲,当没有动作叠加的时候,不需要蹲的时候,就不要蹲,但是在做原厂的基本动作,你就借你在这个区间就可以了,在这个地方做交换动作,清楚了吧,不要站起来做,好,这里的原厂我给你们说一下,我们这里的原厂,原厂一拍,然后原厂要做平原,也就是转,在地面上行走一个圆,能理解吗,从八点出发,八点,七点,六点,五点,四点, 三点,清楚吗,好,这几个方向,然后我们的双手,做黄手的过程当中,双黄手的过程当中,是做利连,一个是平的,平面的一个圆圈,脚步来完成,一个是手臂动作,利连,利连,能理解吗,很多同学在跑这个利连和连场的时候,他容易,跟着连场做,手步道干嘛,来说老方向感觉对了,比如说,老师在做连场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手永远的位置只有七点上,三点过,是不是,那他在加连场的时候,他会变成这样,你看,鞋位,对了,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找清楚你的手的立动方向和规格,想要立动方向和规格,明白吧,好,那我们说手啊,左手是手背,手背的外圈,也就是我们说的手的外侧带,右手是手的内侧带, 在代理过程当中,有一种随后的感觉,什么叫随后,风从我左边吹过来,你看,这是直的,风一吹,它就弯,这里是跟不像叶子一样,你把一个柳子拿在手上,把它倒立起来,风往下吹,旁边吹的时候,它叶子就是随后者,所以我们的手要形成像一种树叶一样,风来一样的感觉,你看,它是翻的,不是直的,你在做什么时候,先啊,不要顺着走,一定有点自后的感觉,身体的左侧也就是我们的左肩定反,要先发力,手随后,你看老师的胸部都朝下了,我的右手还没到旁为,这是一个平位工作,你看, 你看,这是一个正反向动作,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用留身,留腰,你看,手随后,就算我们头到背的时候,老师的手都还要慢慢地一次向上到下来,明白吧,好,这是一个手,手臂的宽度大概跟我们的肩长,手臂的宽度,但是你不要去拘泥,一定要一模一样,不是,自然,哎,自然,这里的肩长要稍微开,这个是我们的右手,到上面的时候,主要先组组回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看着啊,八拍,我们做预备了之后,好,八的时候要顺时间,我们的右侧长, 我们的双脚要垫起来,我们的双脚要垫起来,预备的时候,你看,七,八,要上去一下,你看,我们的右手,本来我们是七,八,是双手撑下落嘛,在七,八的过程当中,要用呼吸自然的手回来,在走的时候,你看,左脚比慢的时候,我们的右手要切发,就手回朝下,然后脚一定要走,那个,八点,因为你的手走的是七点,你人上的是八点,你看,是不是,八点和七点,不要都走那个,八点, 这里很多同学,他脑筋转过来,他也习惯这样,因为脚比一定朝八点,他的手也要朝八点,所以说,你们在走的时候要注意,手的起发,一定要起,七点,你看,起发,不代表到位,起发,起发,起发,在起,咱们在走的时候,注意看啊,走的时候,我们的手,咱们在转圈,但是我们的手,永远是朝,什么,三七点,你看,我们人在转圈,那时候的手没有一个往下,我咱们转,我的手都不可能朝八点,好,明白了,同学扣下来,老师说,原厂的这个规格, 明白,明白归明白,你要用你的动作和你的武姿,手头脚身法,神,步,太,这些来完成你所明白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明白,现在的明白,只是你们脑子里面的思想,知道老师说的要求和规格和要领,但是你要把这些,老师说给你的这些东西,用脑子记下来的问题,传达到你的什么,武姿和动作要求上,用你的动作体现出你所明白的东西,那才是真的明白,为什么老师要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很多同学我在线下教课的过程中,他明白这个动作怎么做,但是,在这个动作, 跳的过程当中,他不明白,动作体现出来,不明白,所以说,你们要强化自己,用自己的动作来,展示出你们的明白, 跳起拍啊,七,八,大,一,二,三, 刚才我们说两拍嘛,那两拍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步就要尽可能快, 我们用两拍的时间,来进行刚才的立圆和平圆的动作, 到第三拍的时候,一定要上我们的右脚,进行一个快速转体, 来看一下啊,七,八,大, 左脚先走,一,二, 好,大概跑,不要跑到一点来啊,要跑到你的三点啊,你转过头了, 待会就顾好,做这个半身,快速转体了,所以说刚才老师给你们数节奏的时候, 我说从八成什么什么什么,我只数到三,我没有数过二和一, 所以大家在跑圆场的时候,这个圆场没有完整的移传, 它少了两个方向,也就是一点啊, 看一下脚步, 一, 啊, 背领观众的时候,为什么要说背领观众,脚先到背了身体安定的, 用你回来的动作,上你的左脚, 快速的时候再弄移传, 所以说这里的动作是, 圆场加上部转体, 圆场 加右腿的 上部转体, 好,转了一圈之后, 它的状态还是要朝我们的三点方向, 来看老师给你数据手啊, 七, 八, 到, 一,要下去, 二, 继续延伸刚才的力量, 三, 对了, 继续延伸刚才的力量, 所以主要在练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这一段, 然后反复的将原场合转体练起来, 两拍加第三拍, 三四个转身, 一, 二, 上部转体, 三, 好, 这里的, 我们要强调一个问题啊, 翻回来的时候, 你看头, 看老师的头, 永远看, 先是随我们的左手, 经过流伸, 好, 到这个时候, 三的时候, 一定是看着一个走, 三, 你看, 三, 你看老师的头, 永远找一点, 一散开, 一个请头, 快速转头, 回到一点, 脚的位置不要去想太多啊, 撞过来基本是正五位, 能理解吗, 基本是正五位, 一, 二, 三, 脚后的也没关系啊, 三, 看老师的头啊, 第三拍的时候, 有个向后的请头, 在沉的过程当中, 你看老师的身体和头, 一定要向前, 本来是这样, 是吧, 在翻的过程当中, 本来是这样, 在预备沉下去过程当中, 左脚他拿出来的时候, 用头, 对吧, 来回到我们的三点下位, 或七点下位, 在做演唱的过程当中, 注意啊, 身体一定要有个什么, 旁腰, 胸腰, 左侧旁腰, 继续旁腰, 胸腰旁腰, 它其实都是翻身的一个变形, 所以你们在看我做侧面的时候, 你们看一下啊, 旁腰, 胸腰, 旁腰, 它其实状态都是一个翻身的感觉, 我们在做演唱的时候,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七, 八, 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转身, 我不用说, 跟之前的转身差不多, 都是胳膊走带, 早上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手是一个右短左肠, 在起身的过程当中, 换手就可以, 眼睛不用做伤口线, 直接抬起来, 看到你的巴黎上面, 手是一个很自然的切换手的, 自然的, 经过拎着哦, 拎弯, 然后慢慢地把它进行, 放下来的手心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去想是暗状还是干嘛, 自然的, 神情自然的, 人上手下, 好吧, 我们重重来一遍啊, 不过开心, 我力量一点啊, 六, 七, 大, 一, 三, 八, 五, 七, 变脚大, 走, 三, 大, 走, 对, 半手的时候, 头远速地转过来, 然后你们那个脉部刚才忘记跟你们说了, 是朝三点方向, 园长做完了之后, 加上一个右手上部翻身, 沉下来一定要换头, 在上部的过程当中, 这左脚都要朝你的那个三点, 经过上部的时候, 我用身份的转动, 带动人转足, 这时候, 重心偏降你的左脚, 背影转足, 用头, 这是个淘汰腰啊, 不要饼发疏塞的, 那就是淘汰腰, 不要去想饼发的问题, 不要去想跨的问题, 你就像淘汰腰的问题, 能陷下去, 然后用转腰的过程当中, 哎, 手是那么慢的, 直接看到八点上位, 不要做八点上无线, 八点上无线, 只有前面那个转才有, 明白不, 这是静面啊, 来一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八, 五, 六, 七, 早先, 八, 九, 二, 二, 三, 四, 六, 六, 大, 二, 后面那个转体, 转身也是第一, 六, 这里是两胎, 五, 六, 手稍微升上去, 经过转身大, 大, 七, 几年, 八点, 今天说得比较清楚啊, 我们反面来一下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一, 八, 三, 四, 八,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八, 五,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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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